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新年第二册第九课,成人版的致力拓展部分。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本篇课文的重点,就是关于表示时间的介词。 表示时间的介词有非常多,比如说有些比较简单的, before,after,在什么之前,在什么之后, from to,从什么到什么,时间范围内, since,自从什么什么时候,until,直到什么什么时候, 大家会发现,在这里这些词都比较简单, 还有一个很常用的叫做during,表示在这段期间。 由于以上这些表示时间的介词都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因此我们就不需要进行区别了。 大家觉得比较困扰的呢,主要分不清楚的就是这三个介词,in,un,at。 我们在课文当中给大家讲解过的区别,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at通常表示在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类似于时间点的, 比如说at eight o'clock,在八点钟的时候, at midnight,at noon,中午的时候,半夜的时候,at night, 所以at一般都接时间点。 而on呢,通常表示在这一天上,比如说星期一,或者是聚集的某一天, 这个时候只要跟天有关的,一律用on。 而in呢,通常加上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年,月,季节, 或者是上午,下午,晚上,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时间段,我们用in。 所以大家只要掌握这个点就知道了,at表示点,on表示在这一天上, in表示在一个大的时间范围内。 只要掌握这个基本的用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了表示时间的介词。 其实表示时间的介词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内容, 但是呢,它是一个很常用的内容, 所以作为生活当中常用必备的基础,大家一定要会。 那我们来帮助大家提高,来放到一些相对来讲比较难一点的句子当中, 令大家一起来判断一下。 因为我们在课文当中呢,已经给大家做过简单的练习了, 所以我们来提高一下,来,请同学们看这个例句。 One time, trains were the only practical way to cross the vast areas of the west. 好,在这里大家看,曾经有某一个时间点呢, 说这个火车是唯一的比较实际的方式能够带着大家穿越这个西部广大的地区。 大家看,在曾经有一个时候,是说在那个时间点吧, 因此我们应该用什么呢? 时间点我们用at one time。 好了,再接着往下看这句话。 Engaging in lifetime activities with others, helps us to meet our social need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distracting us from our worries and troubles。 咱们来看这句话。 Engaging in 表示参与到。 参与到什么呢? Livertime activities,业余时间的活动,跟其他人一块参与。 这一说怎么样呢? 帮助我们大家。 Meet 除了表示看见,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满足、迎合。 就是跟其他人一块参加这个课余时间的活动, 就迎合了我们这个社交的这个需求。 当什么时候呢? 在相同的时间点,一般说到在某个时间点应该用介绍什么呀? at,所以应该用at the same time。 请大家把这个词组背起来,当成一个固定搭配来记。 在相同的时间范围内,在同一个时间点叫做at the same time。 时间点,所以我们at。 同时怎么样呢? 在相同的时间点,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大家转移注意力, 可以远离我们这个困扰啊,麻烦啊,可以开心起来,对吧? 所以在这里,在同样的时间点用at the same time。 好了,再来看一段话。 这段话看起来很蓝。 Erusion of the white cliffs along the south coast of England has always been a problem, but it has become more serious, recent years。 好,大家看这段话。 整段话其实我都不需要看懂,我只能把这道题先对, 因为说了recent years,只要出现跟年有关了,都是一个大的范围, 应该用什么呀?in recent years,在最近几年以来。 所以大家发现,有些题呢,我们也可以走一条捷径, 就是不需要整个都看懂,也能把这个词听进来。 但是为了帮大家提高呢,我们还是要重新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句子。 Erosion表示侵蚀,of the white cliffs,这个白色这个悬崖,是吧? 然后这个侵蚀怎么样呢? 沿着这个英格兰的这个南部的海岸,一直是个问题, has always been a problem,在这里大家注意,has been, 我们在第五课讲过了,现在完成时,表示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都是个问题,但这事呢,变得更严重了, 在最近几年以来,in recent years。 好了,再来看一句话。 But, that doesn't have to be the outcome. 很多同学看这个单词,outcome眼熟,但是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很简单,有些单词呢,倒过来看, 就理解了,比如说,outcome,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 我们学过一单字叫做income,income,倒过来就是come in, 所以只要进来的,进到这里来的,都叫收入。 好了,在这里outcome呢,倒过来不就是come out吗? 出去的不就是结果吗? 这个并不一定是最终的结果,什么事呢? Water shortages,表示水的短缺,does not have to trouble the world, 水的短缺呢,并不一定需要困扰这个世界, 就是大家不用觉得担心,if we start well in water more than we have,the past, 只要我们现在开始珍惜用水,跟我们过去的相比,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跟过去的相比,在过去,过去是一个大的时间范围内, 因此用什么呀?in the past. 好了,我们还学过,在过去叫做in the past, 在将来呢,也是一个大的时间范围内,叫做in the future。 好了,所以各位同学,请大家来跟我复习一下, 以上呢,就是我们第九课关于表示时间的介词, in on at的一个复习,其实很简单, 关键看大家想表达时间点,我们就用at, 再在一天上用on,大的时间范围内,我们就用in, 所以in on at,也非常好使用, 这要大家把握基本的原则就可以了。 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耐心聆听, 我们下次可见,谢谢大家。